白口毛肚 有上海的小伙伴要求把螺蛳粉做成一道大菜 好吧我简单吃巨资给他安排 咱们就先准备一个小猪蹄 给它补充胶原蛋白 遇到大猪蹄的咱们毫不犹豫 直接给它分手 咱们再来点这个小鸡爪 把指甲给它揉就 这爪子指甲给它去好 和点点美丽的小猪尾巴 接下来咱们准备一点肥肠 咱们给里边先来点淀粉 再来点盐 稍微来一点点可乐 然后咱们给它反复抓洗干净 这个洗肥肠的方法是评论区的一个小伙伴给推荐的 抓洗半个小时以后 我们给里边稍微来点水 然后反复给它清洗个五六遍 但是咱们肥肠上面的油脂 依然是老规矩 撕一部分留一部分 撕掉肥胖 留下健康 反复清洗一过 咱们洗肥肠的水已经清瘦如水了 然后把咱们其他小设备放到锅中 然后咱们再稍微来点溜酒 水开后咱们给它打一下红果 红果打得差不多 咱们把这个 煮好的捞出 然后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准备两个鸡蛋 然后咱们再下两个 然后咱们把这些小鸡爪子给它在里边 简单夹一下 接下来咱们切点大葱 咱们把大葱切成小段 咱们把大葱给它切成长长的小段 接下来咱们准备一块姜 给它切成小片 今天咱们为了做螺丝粉 直接腊骨 为边留一部分底油 油为三五成热 咱们把葱姜蒜给它下里边 咱们简单给它煸炒一下 炒出香气 炒香以后咱们给里边来点皮鲜豆瓣酱 再次给它简单煸炒一下 给它炒出红油 炒香以后咱们给里边来点鲜抽 然后咱们给里边来点水 再给里边来点火锅底料 然后咱们把焯好的猪蹄和猪尾巴给它下到锅中 焯好的底料给它下到锅中 然后咱们给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稍微来点老抽 再来点红曲米 八角桂皮香叶白芷草果凉姜山奶嘎辣椒 给它下到锅中 然后来上点点盐 上汤咱们先给它压上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以后咱们把肥肠给它下这边 然后把炸好的鸡爪子给它下这边 咱们再给它压上20分钟 然后咱们准备几个小海鲜 这个小鲍鱼 小鲍鲍鱼 看看这肥肠 对 然后咱们把鲍鱼给它放里边 螺蛳粉怎么能没有螺蛳呢 来两个小螺蛳 盖盖再给它压上五六分钟 咱们给里边再来点白叶 接下来再上咱们的主要项目 螺蛳粉 咱们把米粉冷水下锅 五分钟以后咱们把粉捞出 然后把粉给它倒在锅中 再来点水 把各种汤料给它倒到里边 还有萝卜干 来点木耳和三笋 接 再来点这个辣油包啊 稍微来点 这螺蛳粉啊 我是在食品店买的 怎么突然有一种感觉 就是它这个量没有网上买的 这个量大的 还在我这个秘质小炸弹 底下给咱们放两个鸡爪 小海螺安排一波 肥肠 小猪尾巴来 来一下 这猪尾巴已经冷得软趴到这个程度了 这个小鲍鱼点缀一下 再来点这个 哈喽哈喽大家好 如果咱点缀一摩香菜 就超级完美了 给我产生了一种盆菜的感觉 咱们来尝一尝 这哪都想吃 先来一个小鲍鱼吧 相当肉头 哇 精气入味 多少还是有点辣 咱们再来一个 六头的小鲍鱼仔 对鲍鱼仔味道不赖 哇 白口毛肚吧 哇 这个毛肚更烂 幸福 再一颗炸蛋 哇 终于见了咱们的主角螺丝粉了 新满蛋汤汁超级贵 啊 稍微来点油螺丝粉 来个猪尾巴吧 这个猪尾巴经过长期的炖制 已经多手有点斑驳和饭 残破不堪了 好啊 这注意吧 相当脱骨了 我只要一轻轻的瞬息啊 就可以让它骨肉分离 好爽啊 直接爽嗨 这螺蛳粉的辣椒油啊 多少有点腔爽了 这瞬息起来有点困难 都少要付出一点代价了 这整个怎么着也得有一米九几啊 跟我这玉树零分的身高差不多 吃着是挺好吃的 都手是有点烫啊 哇 这螺蛳粉 这汤太辣了 拉肚真是满身大汗 就捞到一个 就捞到一个 这次我们已经吃了 这边 殻辣了 这道菜 有一个小螺丝 吃螺丝粉不能没有螺丝 你们比如说还挺劲道 但我个人认为真的没有牛肉好吃 这连波壳带搞内脏太麻烦了 这个螺丝粉真的是辣 咱俩注意吧 超级爽 这个味道很硬 这个味道很辣 今天是鸡蛋 吃鸡蛋 今天吃鸡蛋 吃鸡蛋 吃鸡蛋 吃鸡蛋